我怕很悲哀 身穿黃色禮服在台上深情高歌 田復甄巡迴演唱會 在高雄巨蛋隆重登場 沒想到第二天開唱 Hebby下台換裝時卻發生狀況 因為現在現場地震 我們先站到底 地震來攪局演唱會被迫中斷 工作人員立即打開大燈 一一檢查舞台大門出口 最後暫停15分鐘後才再度開演 演唱會遇地震不只粉絲 驚魂未定 就連位在鎮央台東的藝人王洪恩 房間家具也被震壞 櫃子倒塌書本權散落一地 王洪恩趕緊在臉書報平安 更透露鎮的過程 短短幾秒感覺房子要垮了 至於定居台東的藝人曹蘭 也表示家中晃倒了兩個隨行杯 搖開了兩個抽屜 掉了幾樣小東西 藝人白冰冰質疑 這麼大的地震 手機警報卻完全沒有響 令他懷疑難道不能及早偵測嗎 這張氣象局表示 所屬地區鎮渡未達4級以上 還有手機通話中 使用3G網路系統等等 就可能收不到 而網友也指出 警報只會發布在鄰近縣市 本次鎮央距離白冰冰200多公里 當然不會有通知 這場地震驚魂季演藝圈 不少藝人紛紛在臉書 分享災情 也希望大家一切都平安 靜新聞 劉佩婷 鍾成良 採訪報導 使用地震驚物 架 綜佩